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大家有听说过吗 这个地方有一半的人数都是军人 这个城市就是被称之为槟城的格尔木 小偷见了都要绕道走 格尔木处在青海省中西部的地区 因其属于青藏高原的要地 所以它具有高海拔的特点 地势险峻 但同时野生动物也是十分的风雨 是一个非常适合一探究竟的好去处 在格尔木 这里的人口一半以上均为军人 或是军人的后裔 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兵城 这因其许多军人都在这里生活的缘故 格尔木有很多的兵团 以及军区医院 军区工厂等等 格尔木作为西藏的后勤基地 它在过去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运输基地 到了现在 格尔木逐渐成为了青藏铁路 和青藏公路的庇佑之路 更是奠定了格尔木的重要地位 让这么多的军人驻足在这片土地上 为青海和西藏的安全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在他们的努力之下 格尔木才逐渐发展成了现在的这副模样 他们和平常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 过着风衣足食 高枕无忧 时不时就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的人们不同 在格尔木生活的军人们 每天都要忍受着百无聊赖的生活 每天的三餐都是固定的 基本也尝不出什么味道 更没有享受美食的机会 还要克服这里如此选恶的生存环境 承担着守护国家的重要使命 真是梅花香自苦寒来 他们这样的精神 也是十分值得我们的敬佩和敬仰 那么大家对于这样的冰城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哦 感谢观看